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张一兴 那首先第一个 我非常热爱音乐 我也是从练习生这样的体制下练习出来的艺人 那我比较喜欢做音乐 然后唱歌跳舞 算还比较专业 你觉得呢 当然专业 你连自己曲都是自己做 自己编 混音都是mixing就是他自己做 mixing就是自己做 可以做一点点 最后的mixing会问专业的 对 当然 那个他们的意见 首先在我手上是混过一遍 他刚说他是一个对于练习生这个过程很专业 我一点都不了解的 所以我特别有兴趣来参加支持这个节目 我真的希望自己都可以更了解 多一些你们的世界世界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这个节目 但我认识我们一百个 练习生啊 我肯定有一些可能都一样那么热爱嘻哈 或者有一些根本不是特别对嘻哈有感觉 无所谓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真的交流啊 大家认识对方的世界 那我也是非常喜欢 从小开始就喜欢嘻哈音乐的 我发了两首单曲 我自己觉得一个好的作品是好像 歌的那个beat是我自己做的 歌词也是我做的 拍这个MV我做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像的那个画面 我把这个画面怎么拍进去MV里面 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 谁出现想跟那些观众表达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这种感觉怎么样才可以圈一些观众进去我的故事里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像一个披萨饼一样就拼在一起的 这是我对艺人 歌手练习生也好每个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态度 毕竟我们也是组合出身嘛 我能给他们的帮助就是我出道之后的一些我的经验 比如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给我特写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跳舞的话一个舞蹈 我的一个整齐度 还有一个就是动作一个队形 然后一个角度 其实对于整个表演的一个来说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可以从那方面入手也可以去帮助他们更多一点 我当练习的时候特别好玩 就是跟我的成员一起生活啊 然后一起练习啊 一起就是练到很晚 然后天亮了 然后再回家回宿舍的那个感觉 真的是我现在已经出道了 就是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还很想回到练习生的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想在通过这个节目可以给我们中国的人 再宣扬一下这个练习生的文化 爱奇艺月祥品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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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